明腔聲響起 三千名選手奮力的往前衝 光是出發就花上好幾分鐘 天才剛亮 選手齊聚在國門廣場前熱身 起跑線前人擠得滿滿的 參賽選手都很期待 三個組 有3K 10K跟21K組 大家會比較關注的是前幾天颱風 颱風線過後之後 我們的湖海路段 有一點少許的錶土跟小石塊進來 我們清掉了 而且在昨天我們也找了地質工程師 在那邊實際上去做探勘過 探勘過是沒有跟之前並沒有 並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他們的認證是安全的 所以請今天所有的跑者 都可以不必擔心 很安全的在我們這個賽道上 然後來創造自己最好的成績 基隆首次舉辦馬拉松 吸引了中南部民眾前來報名 一定要來 怎麼說 沒有因為我是算是基隆的女婿 我太太是基隆人 那我們因為工作關係到高雄去 所以我特別為了這個活動 報名 就是跑出健康跑出快樂 跟新竹什麼不談的 新竹就是風大 這邊看起來就是充滿著 應該講整個基隆的一個在地人物的風氣這樣子 基隆第一次有這個城市馬拉松 想說全家人一起參與這個城市 這次報了幾個 我們家嗎 我們家就五個 因為我一直都在跑步啊 那成為基隆人 一定要支持一下 基隆首次的馬拉松 所以就是不捧一半來這裡參加 2024年 基隆城市辦成馬拉松 是基隆第一次作為馬拉松賽事的主場 這一群電信業者 門市員工 一早就出現會場 同事約 同事約想說很難得紓壓一下 因為工作壓力比較多啦 對 然後想說來慢跑一下 健康一下 包括立委林沛祥親自到場表達支持 而市議員呂美琳思偉鎮和陳怡 也報名下場跑步 我們說基隆是一個有山有海 有好風景的地方 那希望今天來基隆好朋友 除了在基隆跑完馬拉松之外 也稍微享受一下基隆的風景 看一看基隆的風景 也在基隆多多的術心在消費 來好好的在這個美妙的週末 在基隆好好的過 然後在基隆留下一個美妙的活動 所有的縣市都曾經辦過 城市馬拉松 只有基隆這塊是最後的拼圖 所以這一次也非常多的人 為了把這塊拼圖完成 所以也來參加這一次的馬拉松比賽 所以我們非常乾燥 也非常的高興 終於全國的馬拉松的拼圖 全部都完成了 今天很高興能夠藉由馬拉松 來認識我們基隆這座美麗的城市 尤其你沿途會經過我們的中山區 有看到我們外木山 豐富漂亮的海岸線 尤其是山跟海之間交會 這條跑道我相信 絕對會讓所有馬拉松跑者 看到這個風景是非常的喜愛 金融首次舉辦馬拉松活動 雖然過程中一波三折 又遇上颱風攪局造成風災 所幸最後如期舉辦 不少跑者相約 明年再見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